字幕志愿者 阿倫 大家好 我是最近熱衷於想要去露營的阿倫 今天這部影片想要來一個DIY 就像大家看到影片前面 就是我們完成品之後就是會像那個樣子 至於那個東西就是像我現在後面的這一台 這個東西其實主要就是 我們在露營的時候常常會使用到一種拉車 如果大家待在日本的話 偶爾會看到有幼稚園 日本幼稚園他們也會讓小朋友坐在裡面 然後前面保姆就讓他們走 也是偶爾會看到像這樣的一個情形 這個風景 今天想要來挑戰的東西就是把這個推車 把這個拉車把它DIY變成一個桌子 因為它這高度差不多剛好是我們一樣 坐下來的時候那種桌子的高度 然後我今天就已經去了這個Home Center 就是在我家附近的一個Home Center 買了一些木材 並且已經請他們幫我把它切好 它這個我要的長度了 然後順便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設計圖 這是一個非常簡易的設計 有時候拿家裡不要用的那種信封來寫的 大家看到我的這個後面的推車 大概是長有106公分 然後寬是大概多少 好 53公分 然後我就去找了適合的材料 然後這個東西總共長度是60 就是比它的寬50 還要再更寬一點點 就是我們就可以把它放上去的話 大概就是像這種高度 好 我們現在來這邊來看一下好了 目標攤開來之後要像這樣子 然後因為它中間這邊有凸起來的關係 所以這邊可能要稍微再把它鋸短一點 我們就先來做一下記號 鋸到哪一個長度 6公分吧 這一根就是我們會放在正中間 前後的6公分這邊都會把它鋸掉 好 先來稍微抹一下吧 因為之後有可能會有小朋友會碰到 所以我們這邊的角的部分 都要把它抹得稍微平滑一點 好 我們現在要把這邊把它切斷一下 OK 這樣短的就完成了 好 這邊表面也給它稍微打磨一下 好 還滿累的 好 接下來就是要來清一清之後 然後我們就來上漆喔 OK 我們要開始油漆了 我們所使用的是這個牌子的油漆 對 然後顏色的號碼就是像這樣子 OK 綁一個橡皮筋在上面 沾油漆的時候呢 可以用它來稍微的刷 刷乾一下油漆 好 就是像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已經塗完了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等它乾了之後呢 再移到室內去進行下一個步驟囉 OK 然後要做桌子的材料呢 就像這樣 對 就是這樣子還滿簡單的 它就是我們準備好的木材呢 跟這個木工用的白膠 還有鬆頂帶 這個是多長的 我準備的是大概1.5公尺長左右 然後這個是這個釘槍 對 就是那種釘書針的那種釘槍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排排看吧 我們拿出我們的秘密武器 將將 電池 為什麼要準備電池呢 大家等一下看我來做就知道了 電池如果我們像這樣把它放在這邊呢 就可以去抓它的空間 我當作在測量的時候 也有把電池的寬度把它放進去 對 像這樣子的話 有沒有 這樣子就可以取得一個等距了 OK 我們再化好了 之後呢 就可以先塗一層薄薄的 椒 好 接下來把我們準備好的鬆緊帶 鬆緊帶 抓到中間 貼上去 這自然貼就好 不用去拉它 這只是稍微的固定 這不是真正要靠這個固定 這是刈留 先讓它稍微黏住一下 我們等一下上 打那個釘槍的時候才不會跑掉 一樣抓出中間點 這個不用 因為之後我們最後會再剪掉 所以不用太精準 接下來就使出我們的釘槍 OK 那我們繼續往旁邊延伸吧 好 我們現在已經有做出來一部分的桌面了 我們現在馬上先來試試看吧 然後我們等一下 最後再把這兩片把它黏在後面 然後為什麼要說最後呢 等一下大家都知道了 先把車子撸過來 好 我們先來試試看 到時候應該會是像 像這樣子 好像還不錯喔 然後這邊中間是會空下去的 然後這邊有一點那種 這種感覺有沒有 這個的話你可以下面再放一根 比如說竿子 就是我們露營會用的竿子 或者是說 如果只是想要單純的固定的話 我等一下這邊還想再把一個 弄一塊木頭 然後比如說把它套在這裡 對 像這樣套在這個地方的話它就不會動 不會掉下去 這樣收也很好收 比如說我們可以拿這種登山杖 我先示範就好了 比如說登山杖我放在這邊 再把它 架上去 這樣就整個穩了不少了 好 那我們再把最後固定用的部分 把它裝上去吧 就完了 整體來講應該算是還滿OK的吧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穩耶 大概就會是這種感覺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把旁邊的這些 這個多出來的部分把它剪掉 如果還是擔心的話呢 這個部分呢你也可以把它套過 繞過去這個手杖的話呢 這邊也會變得更穩 也不用怕會這樣掉下去之類 因為它再怎麼樣的話 最緊繃就只到這裡 使用完畢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捲起來 OK 像這樣子的話呢就可以收納在我們的這個推車上 像這樣一般如果下面沒有支架的話呢 也是可以 也是堪用啦 除非你要放一些比較 想要希望更加穩定的時候呢 就是再放兩根支架在下面可能會比較適合 然後有桌子的話呢 就可以放一些東西在桌上 對 碗盤什麼 我想應該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沒有下面的橫桿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這個桌子大概是像這樣子 有一點這種W的造型的感覺啦 放一般東西應該沒問題 不過如果你要放湯上車的話 可能要稍微再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再把我們的這個支架 這個支架你也可以使用 你露營的時候你會用到的那種棒子 就是搭那個棚子用的那種棒子 也是可以使用的 你只要比這邊的車長還要再寬一點的話 基本上就堪用了 然後你只要穿過 只要穿過手杖的前端呢 基本上就會 就會還滿穩度的 然後現在這樣子是 是有加了下面兩根之後的感覺 大家覺得是有比較穩一點 變成那種緩的W型的感覺 對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這一次呢 實際在網路上有看到人家這樣做 然後實際的測試 並且把它完成的一個簡單的小影片喔 如果你們也是喜歡露營的話呢 你們也是比較傾向自己做派 還是去買現成的派呢 然後另外附帶一題呢 我今天所購買的材料呢 全部加起來大概是日幣4000多塊錢 其實說實在啦 4000多塊錢你也可以買到那個 就是像這樣子的桌子 然後是比較簡易版 是布的那種 不過如果你是木頭的話呢 一般市價 日本的話大概是六 七千 七 八千塊都有 所以自己做相對來講就會比較省一點 不過當然相對就會比較需要付出一點時間喔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池的阿倫做木工 一個簡單的小挑戰 然後之後我去露營呢 我也會把它直接帶去使用的喔 那今天阿倫頻道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前下六千塊 我今天在馬上都參加觀眾了 我前三千塊 一心中… 我前四千塊 我今天在馬上我們就很怕 外奏 我今天也有一個就滿過一個 外奏 我今天算了